离婚吧 我给你一个亿 把他通签了 我们俩清 一个亿 所以在你眼里 我们俩五年的婚姻 就值一个亿啊 据本台了解 末世集团总裁 豪志上义 够天下别墅 只为博美人一项 你在胡说什么呀 我们两个结婚 本来就是因为婚约 是为了让爷爷能够在国外 安心养病而已 所以说 如果没有爷爷的话 在你的眼里 我们俩的婚姻 可能就一文不值 对不对 那我五年的青春算什么 我们两个本来 就没有婚姻的事实 你更可以去找 更好的未来啊 这五年 算我对不起你 我再加一个亿 又是一个亿 果然是你作坊 我告诉你莫成岚 就你这些臭钱 连我五年里面的 一天一分钟 一秒钟都买不起 你想灵魂 你想的没 张金城 你别不是好歹 我不知好歹 从今天开始 我一定会花光你的所有的钱 败光他 从今天起 我一定会走出来 让所有人都知道 谁是莫费 肠子肠子 我查过了 莫成岚没有转移资产 钱够你呗 今天这场全球最顶尖的拍卖会 玩得开心点啊 收到 你一定 你来干嘛 你能来 我不能来 你 你你你你 你什么呀 开玩笑开始 让他 愣着干什么呀 看好他 各位 今天的拍卖会正式开始 接下来有请今天的第一件拍品 油画名称 西洋 作者 不祥 起拍价 十万起 不知名画家画的画就是涂鸦 谁买谁傻子 这乱大街的画一块都没人买 就是 请各位开始出价吧 这件拍品 一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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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进场 你玩呢 一千万一次 我 起来 过去 你疯了 一千万没这个破画 一千万两次 好像是有点不准 你知道就行 我告诉你 这一千万就算了 一会儿别傻狠 一千万三次 刚好 这位小姐 出了价了可不能反悔啊 这么好的话可不能被低估 五千万 不是你玩呢 五千万 五千万一次 五千万两次 五千万三次 成交 一号拍品 归八十八号左右 你 接下来有请今天的第二件拍品 冰种翡翠玉镯一队 起拍价 五十万起 这是奶奶看中的冰种翡翠玉镯 你别抖乱啊 竞拍开始 六十万 一千万 一千万一次 不是 一千万两次 你真等前世大风刮来的 一千万第三次 五千万一次 这下不会是冤大头 五千万两次 你钱的礼物肯定要比这个弯 五千万第三次 你还真来劲了 成交 第二件拍品 冰种翡翠玉镯 归八十八号所有 五分钟 你就背了我一个夜 没来这两个破玩意儿啊 这奶奶开心 我开心 那不是很值吗 你也应该开心 你 喂 给我把将军成的卡给我停了 现在马上 各位 接下来有请今晚的最后一件拍品 孤品预盘一件 起拍价两百万起 跟我回家 竞拍开始 跟我回家 我可以 我可以 给钱 莫承兰 你抢我东西 我 我没有啊 五个亿一次 五个亿两次 五个亿第三次 成交 抢到了 抢到了 恭喜十二号买家 成功以五个亿开得 孤品磁牌一件 回家 我再给你算账 那我钱 你不要来 六先生 您早年的那幅匿名作品 《夕阳》 被末世的莫夫人 灰眼十株 以五千万的高价排走 立刻准备转机 全医师 见这位知音 好 蒋金城 花了老子六个亿 就买了这三个破玩意 赶紧给我签了 给你一个亿算便宜你 便宜我 你便宜我什么啊 我跟你结婚五年 你能够这个呀 你知道婚姻是什么吗 你就跟我结婚 我们俩离婚 对我们俩都有好处 那你到底想怎么办 姐爱你就别想咧 还有 你不说这些东西是破烂吗 行 那我就把他们变成破了 把我五个亿给我放下 放下 好呀 我放下 我现在放下 我放 给我 你 给我 你还真敢砸呀 这可是五个亿呀 你真能成是大风挂来的 行行钱 你心里只有钱 你小心点 差点又把他弄碎了 行 我不砸这五个亿 我砸他们俩 一个五千万 我两个一起砸 江金城 我看你才是便宜货 放手 莫承兰你干嘛 你 你放手你 江金城 我警告你别给我耍花样 你的开户已经停了 以后你就安分点 你 莫承兰 你 等着瞧你 又是结婚纪念日 祝我们结婚纪念日快乐 为什么 每次结婚纪念日都是我一个人过 什么结婚纪念日 有什么好了不起的 我没有你 我也能好好的过 我今天晚上就去happy 我要开party 庆祝没有你的结婚纪念日 以前天天催我这个点回来 现在家里连个人影都没有 喂 帮我查一下江金城去哪了 老板娘晚上好 老板娘 里边请 今天呢 把莫承兰在这里的所有藏酒都给我拿 我请大家喝 这 全部吗 老板说那些酒不对外销售 而且呢 都是绝版 市场上都是有市无价 还有好几瓶 价格都上百万了 错 酒是用来喝的 不是用来藏的 今天呢 是我跟莫老板的结婚纪念日 跟全场的客人说 酒水随便喝 全场免单 免单 你们俩也要疯 一人一瓶 怎么样 谢谢老板娘 那谢谢老板娘 祝老板娘和老板婚姻快乐 天长地久 乖 开party去了 祝老板娘 婚姻和妹 恩爱百年 谁叫你这么迎客的 领班呢 领班 领班 莫总 莫总 还是您豪气 这庆祝结婚纪念日的排场 牛啊 莫总 恭喜恭喜啊 祝您和夫人的婚姻 一辈子横横美美啊 这事莫名其妙啊 什么排场 什么结婚纪念日 莫总 祝您和 老板 老板 不好了 夫人他又败家了 不是把他靠庭了吗 他怎么败家 小锦城 哇 真气败 什么绝本酒 这么难喝 不行 来点刺激的 来来来 诸位 我觉得我们今天 要玩点刺激的 高山流水怎么样 好好好 我觉得行 好 我觉得行 好 好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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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季头 你今天我上头做了什么 今晚的记录 江金城 我的咕咚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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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被你活活没了 没有啊 还有半瓶在你手上 帮我说好 莫总 别这么小气嘛 今天来这的人全都是上流人物 他们都夸你呢 夸你牛 找了一个好老婆 祝我们百年好合 就那么一点点的小酒款待 我们开心一下怎么了 百年好合 我 我也被你气死了 那我换另外一个会所吧 江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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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这么好的条件 你有什么不答应的 老大 不好了 你老大好得很 折尘 李家全面停了 和我们末世的所有项目 公司亏损惨重 可能 影响资金链呢 为什么 听说 听说您在拍卖会上 抢了李家家主的玉雕 还毫无回忆的 在会所与夫人大肆庆祝 请得李家家主震怒 胡说 这明明是江金城干的 是 走 找江金城解释清楚 就放在这儿 给我 干什么呢 什么意思 你要在公司门口挂西洋 我末世阶段现在如日中天 你是要组织公司破产 怎么见你信 这可是价值五千万的名画 我挂在公司提升格调 欲着日日生辉 不行 公司门口不能挂这破烂 破烂 你昨天还心疼着五千万呢 要不然我挂上 要不然我砸了 你给我 你不准够 你给我 莫总莫总 不好了不好了 什么不好的 公司好 莫总更好 说事 断货 发断货了 他们都在催着我们加急生产发货呢 什么意思 国际著名设计师Leo先生公开宣布 他是西洋的作者 还赞赏公司新一季的时尚新品 然后我们就卖爆了 全部断货 超额完成新公司的全年业绩 怎么会起 这个画有格调 有品味 你给我挂上 我不要 我听你的 我不挂 你给我挂上 你给我放下 你挂上 放下 我不挂 你给我挂 小赵 一会儿把这个挂公司门口 听见没 你干嘛 你给我挥去吧你 小赵你不能挂 你挂我就开除你 不是 挂还是不挂 给我坐好 老大 幸选下任总裁的董事会要开始了 嗯 别赚了点钱 这看是得意 你不过是歪打正找走了狗屎运 乖乖坐好 等我回来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你这个臭男人 给外面的爷女人买东西就这么积极不怕花钱 果然 老公的钱就必须掌握在老婆手里 那我们现在开始投票 同意莫总继任莫氏集团 等等 我也要竞选总裁 我也要竞选总裁 莫总夫什么人 我不同意 夫妻共同财产 你不同意有什么用 可以开始了 先来后到 您先 你行 给你辩子 各位董事 大家众所周知 我的夫人是没有企业管理经验的 如果把公司交给他 我们的公司前途未必 而我 在我掌管公司的这么多年里 公司的销售额 产能 还有利润 全部都上涨了五倍 我们还打通了欧洲市场 而且 每年都超额完成公司的指标 事实不错 这确实不能交给夫人 净说些没用 我在一天之内 提前帮公司五个月完成了年终目标 这些业绩你能超过吗 莫总 能将公司的利益实现最大化 我没有资格当总裁吗 那只是你走了狗屎运 并且 我承诺 投我当总裁的股东们 我送百分之三的公司股份 这 百分之三 是 那我也送百分之三 那我百分之五 你疯了 再送就没了 爱怎么着就怎么成 你行 出楼你别找我 除非你态度好点来求我 才帮你 从今天以后啊 你就要叫我一声 江总裁 要好好听话 跟着我好好干 这以后就是你的小课桌了 赶紧坐下吧 你让我坐这儿 讲台旁边就是最好的座位 你不敢啊 江建成 你别太过分了行不行啊 家里的事情你别拿到公司来说 上班时间还不好好干活 不然让你发战 不是我凭什么坐这儿啊 委屈你了吗 要做你自己做 我 就不信我支不好你 喂小张 给我把张总监叫的公司来 我一定要把江建成这个祸害 赶出公司 江建成不走 咱们公司迟早完蛋 接下来都听我的 同志们辛苦了 江总好 以后呀 公司就不要出现这种垃圾食品了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公司向大家提供 六星级的酒店下午茶资助 好 好 第一 江总 江总 江金成 好 好 不仅如此啊 你们以后的早中晚三餐 全都是六星级的酒店标准 好 好 医生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有什么呢 我是总裁 我宣布 以后公司禁止加班 禁止内卷 好 好 好 小张 江总 有什么吩咐 一会儿带秘书去会议室 等我开会 老陆 拜拜 小张 小张你给我回来 我才是你老大 老张 咱们只要把 绽放这个项目做好 就能 打通东南亚市场 届时赶走江金成 所以啊 一定不能让江金成知道 不然 他一定过来把我们这个项目叫慌 莫总 请相信我 好兄弟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背叛我 让我们一起 赶走江金成 好 赶走江金成 赶走江金成 叛徒 老大 我要养家糊口啊 一会儿再跟你算招 江总 人不可貌相啊 欲服有数 来 我敬你一杯 我今天不太想喝酒 江总 这是不给我面子 李总 他今天身体不舒服 我去打喝 李总 咱们做生意可以开门见山 有话直说 你有什么要求 江总 快人快语 我们就两个条件 采购单价 增加10% 再增加一倍的订货量 同意 立马就签合同 李总 这个要求我们 我完全不同 首先这个采购价嘛 至少便宜一半 如果您同意的话 我现在就能签合同 如果不行的话 那就很难 江继承 这做生意不是菜市场 你对半肯啊 不可能 你们今晚来是耍我的啊 既然你们没有诚意 那就没必要再谈下去了 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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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小心 你让开你这个叛徒 哎呀 胡子 这砍价嘛 就是一个心理博弈 心理博弈 你现在如果让他回来 我立马去做小客桌 你现在如果让他回来 我立马去做小客桌 老大 冷静 我怎么冷静 老大 我把你当兄弟 你跟他何其苦来背叛我 老大 你听我解释啊 我也是被逼的 是我的手下们 跟蒋总说的 这是我也拦不住啊 你怎么管你手下的 哎呀 是员工嘛 给点员工福利 自然就不正成 学着呢 江京城 我知道你是故意过来 想把这单升一小房的 但是你也别得意 我回去立马就跟董事会提议 这件事由你全权负责 你就等着从公司滚蛋吧 你现在就去 好啊 去就去 江总 神了 还真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江总 您说的假 我完全同意 咱们立马签合同 不行不行 我不是回头操卖 江总 我们是真的很有诚意的 美华怎么能答应这种条件呢 我知道 但是 不过这合同 这合同肯定有账 谢谢江总 不能签 这合同有问题啊 你算有问题 你不是巴着你签合同吗 现在我反复 你玩我呢 哎呀 你不懂 你合同给我 你给我 你给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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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总 有话好说 别弄过了合同了 改正了 莫总 合同上盖着扇 再返回 就是回哥了 全款 江青茶 你不知道我们公司 现在没有钱吗 你是要勾夸公司吗 你有钱啊 你付呀 姐不说话 是 不李总 李总这合同不弄钱啊 老大 美华才会出现危机 急需资金救命 所以才会亏本 跟咱们合作嘛 江总英明啊 半价就拿下了合同 给公司省了两千万的成本 两千万 嗯 又让他外打正着了 等明天江总知道了这个事情 一定会非常开心 你说他这是败价呀 还是旺诈呀 全公司上下就剩你们俩人了 老王 老钱 我能相信你们吗 你们不会也背叛我吧 老大 你把我老王当什么人了 只要你开口 我一定挺你 好 就是 莫总 你还信不过我老钱吗 好 好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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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成之后 我一定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让我们一起 赶走江金城 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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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 江总 他们说要孤立你 抹黑你 还要将你赶出公司 谋反 只有零次跟无数次 绝不不行 江金城 你每天不好好干正事 就到处乱话 我娶了你 真是倒了八辈子的大霉 说 是不是想带他们两个谋反 谋反 什么谋反 还跟我装 不敢认了 你 你 我跟他之间选一个 这个 你们俩别怕 我在哪 我支持 爆了爆了江总 绽放转爆了 什么鬼啊 绽放不是还没上市吗 市场不移民新员工 利用利用热度营销 采用预售的方式 把绽放系列产品销售一空 转爆了 转爆了 连明年的销售业绩 都不用花仇了 怎么可能 我都折腾了半千 竟然给他爆了 多亏了江总的高福利政策 为公司信来了人才呀 人才个屁啊 都是蠢才 好不容易才亏了那么一点 居然爆了几倍 你把它给我开除 这 这个 江净程啊 你就别作了 这次 算你做得不错 为公司招揽了这么厉害的人才 用预售回款的方式 解决了公司的合同付款问题 还解决了公司的现金流 还赚了这么多钱 不错 沐程来 你是不是很开心啊 我告诉你 我好不了 你也休想好 你们俩 选一个 江净程啊 你这是自取其辱 他们两个刚刚 本来就选我了 我是总裁 什么 我选江总 我也选江总 你们两个 刚刚怎么拍这声音 给我保证的 不是 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 得养活呀 你就是 一切不能当饭吃 小嬷嬷 没有人跟你在一块吧 你的同盟都归我了 看你还怎么把我改出公司 江净程 我不管你打什么主意 钱你也败了 公司你也抢了 生意你也搅黄了 你该玩够了吧 不 我怎么可能够 你这么有钱 我怎么可能玩够 行 你赢了 只要你愿意离婚 随便你提什么条件 谁看得上你这些破钱 离婚那么便宜的事情 我才不干呢 这也不成 那也不成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早就跟你说了 我要败光你的家产 你别得寸进尺了 那你就看看 什么叫得寸进尺 你回来了 你不开灯 见鬼啊 这么恐 怎么不吓死你了 吓死你了 这个世界上少个祸害 我们俩谈谈 我跟你有什么可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我五年的青春 就像喂了狗一样 而且这条狗 还想用一个亿来嘲笑我 恶心我 你有什么不知足的 这么多年 我除了爱情没有给你 吃的喝的玩的住的 我哪一个烧你了 是啊 我很知足 我就是因为很知足 所以我不离婚 怎么样 不仅如此 而且我接下来 还会更知足 更过分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 解恨 解恨 就因为我跟你离婚 你就败过我的家产 你很想知道是不是 行啊 那我们打个赌 给你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 你在这个家 给我当全职主妇 体会一下我之前的生活 如果三个月之后 你还觉得我是错的话 我将今成愿 定身出户 跟你离婚 全职主妇 不敢呢 有什么不敢 我们现在就签协议 你可别反悔 我将今成说一搏 签 江今成 你有毛病吧 七点做完早饭 十点洗衣服 十一点到三点做家务 四点买菜 八点完成晚饭 三婚两宿 九点热牛奶 这些都不可以雇人吗 雇人 雇人 我们墨家是高门大户 为了保护成岚的隐私 这个家 一个外人都不能有 所以 以后这家里的活 只能有你一个人来干 妈 进了墨家的门 这点小事都干不好吗 真是上不了台面 张马 教教她 成岚最喜欢干净了 一粒尘都不能有 是 擦 你妈不让 你签不签 不签就别想离 行 我签 但签之前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们公司的事情 这三个月你都不准获获 行 莫承岚 你还有五分钟时间做早餐 江净丑啊 你行 四分三十秒 二十秒 十秒 三分半 任务条提醒你 洗衣服 洗碗 用不着你家好心 还剩三分钟 出去 碍事在这 像不像样啊 哎 你干嘛去 上班啊 等会 你早上把我从床上踹起来 让我给你做走餐 现在做好了 你不吃 我只是提醒你旅行协议 不代表我真的爱吃旅行 太难看 等会 我给你做就不错了 你也敢嫌弃啊 那你自己吃 你不吃算了 不吃我自己吃 这洗衣服 做饭 洗碗 也没那么难吧 哎 该去打扫客厅了 感觉比上班还累啊 又是任务变迁啊 四点买菜 三婚两宿 言不见为将 哎 不行 江总 我接个电话 老大 喂 校长 你买点菜 送到家里来 三婚两宿 哎 这个 买 哦 文件是吧 哎 好嘞好嘞 晚点给您送过去啊 喂 喂 文件 菜市场有文件卖 嗨 江总 您放心 我这辈子都不会替莫总去买菜的 我 就是您的人 我这辈子都不会 别怕 他人都疼 你去帮他吧 哎 好好好 算错你 买个菜都给我耍滑招 等着敲 你小子敢挂我电话 你拼了是不是 哎呦 老他 您刚才给我打电话 被江总发现了 他 他什么反应 嗯 我也说不听 总之啊 时间紧迫 我没办法帮你买菜了啊 一会儿我给你发个教程 你直接在APP上选 然后就像外卖一样 给你送到家了啊 算你小子有良心 赶紧发过来啊 江金城 我今天让你心服口服 哈哈哈 哈哈哈 这怎么乌了呢 我诗篮教程上面做的呀 还好我也不难逼 喂小张 你让公司人事部查一下 江金城的重要联系人是谁 老大查过了 江总留的紧急联系人是你 这么重要的东西他留的是我的电话 江金城你真行 不接电话不回信息放我鸽子 我以前也没这么对过你 原来不接电话不回信息等一个人是这种感觉 也不知道这五年他等了多少次 十一点了还知道回来 慢点 你们都别走啊小哥哥 莫总晚上好我们是送江总回家的 你别走啊小哥哥还没过完呢 江总再见 你别走 快快快 你别走啊小哥哥 真是麻烦 不回信息不接电话不回家吃饭 在外面还喝成这样 你玩得挺开心啊 我居然刚刚还愧疚了一下 我真是为了狗了 对 莫总兰他就是狗 他狼心狗肺 猪狗不如 我瞎了狗眼才回家给他 就是要拜 我要拜光他 一个包不够 我要二十个包 一个小哥哥不要 我要两百个小哥哥陪我喝酒 我狼心狗肺 我狼心狗肺 你在外面 又是买包又是喝酒又是帅哥 你说我狼心狗肺 你脸要不要了 我在家里还为你辛苦了一天 做了一桌子饭 你 你喝醉了你还打人 我告诉你 三个月之后 我一定跟你离婚 你 屁股疼 该 小心 小鹅哥哥 我们见过吗 好帅啊 白白的脸蛋 瘦瘦的药 明天去公司上班好吧 我会好好宠你的 莫成来你拆家呀 叮叮光光的给我放下 你不是要迟到了吗 我才敲的 我是总裁 我爱什么时候去公司 就什么时候去公司 谁能管得着我 再说了 就你把这个剩菜剩饭当早餐 酸了吧 记得 你真好意思 这个是我昨天跟你做的三荤两素 你自己没回来吃饭 怪谁呀 别浪费了 给我吃了 老公 这好香啊 你快吃啊 好香啊 拿走拿走 等着吧 我要吃肉 吃 吃不死你 番茄鸡蛋汤 又怎么了 切到手了 等会儿 我这好歹是为了你受的伤吧 你关心的话不知道说一句啊 下来下来 算你还有一点良心 你干嘛 再慢一点伤口都愈合了 快给我抱 你轻一点 疼 成长 我 莫总 你来干嘛呀 给你打破伤风啊 这么大的伤口 感染了怎么办 我 我就这点伤口 你把医生叫过来 在你妈眼里 这就是残疾 要不然我给她打电话 她就会给你安排医院 全套的警察 莫少 为了避免意外 建议做好预防措施啊 行行行 打吧 打屁股 打屁股 你有病吗 我不打 屁股不疼 我不打 打 打 有事叫我 谢谢医生 我现在屁股又受伤了 手也受伤了 而且我的手 我的手还是为你受伤的 我不管 昨天因为照顾你 我什么饭都没吃 你得给我做饭 你妈 还得是你妈 能参加 面好了 吃 别让我喂你啊 这面里面 没放什么奇怪的东西吧 嗯 嗯 味道不错 吃完了就躺着 洗碗去 不洗碗就是不做家务 违反协议 行 我洗 装也不装得像一点 眼气真差 我没装 快点 稍嫌可爱 原来 他都收拾好了 其实 江金城不闹的时候还挺好的 我跟他起离婚之前 他好像不这样啊 那 我如果不离婚 他就不会闹 而且我也不用跟他打赌约 那不就一切恢复从前了吗 对对对对 江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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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呐 师父走吧 夫人去哪儿啊 怎么是你啊 我送你啊 好呀 开车吧 去哪儿 回娘家 怎么样 不敢 不敢去下车 我敢 我说 你看我一路 看出点什么了呀 你脑子有问题 你居然带我回娘家 你怎么不去看院啊 你脑子才有病啊 有鬼 你是不是憋什么坏呢 我 我就是 突然想我岳父岳母了 怎么了 我呸 结婚五年 你就回家过一次 想他们 我信你个鬼 江金城 我就老实跟你说了吧 我考虑了很久 你不想离婚 那咱就不理 咱们就像之前这样 好好过生活 行吗 居然在这儿等我呢 欲擒故纵啊 我告诉你啊 干三个月的家务 再离婚 就是你唯一的处理 不然让你破产 真是不知好怼 下车 你下车 陈朗安 难得你来 今晚咱得喝一杯啊 是啊是啊 小莫难得来 想吃什么 跟妈说 妈给你做 确实难得 五年来只来过两次 你这亚头说什么呢 小莫不常来 不是因为工作忙吗 爸 妈 之前确实是有些疏忽了 不过呀 我以后会常来的 好孩子 男人还是要以事业为重 对了 爸妈 陈朗安 他给你们带了礼物 这孩子 刚好 爸 喜欢吗 你看这盘 多大 多美 水果盘 这盘子还真好看啊 小莫的眼光真好 话说你们都结婚五年了 什么时候要孩子 爸妈 别提了 这橙子呀 嫌我 嫌我不会做家务 现在跟我闹离婚呢 你帮我劝劝他吧 老公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爸妈 你别听他小叫 橙子 要不然 咱们今天晚上试试 叶个玩 男孩像你 女孩像我 多好 闭嘴 我说八道 我好喜欢 好好 要孩子好啊 我去给你们弄点好吃的补补 他爸 你那药酒 终于可以派上又场了 这药酒啊 可是秘方 要起效啊 是吗 走 以前呢 小莫不常来我家 我可担心了 生怕你俩之间有矛盾 今天你俩一起回来 我可高兴了 再也不担心了 妈 你一定要放心 我去看看那个酒好不好喝 这孩子 协议 哎呀 这没有眼镜 什么也看不见呢 尝尝 小莫 我们老两口 只有一个心愿 就是希望你能对橙子好 你们小两口开开心心 过好日子 我们就知足了 爸 你放心吧 我 一定会对橙子好的 好 喝酒 喝酒 嗯 这酒 你得多喝点 保管你想要几个 就有几个 我再给你倒一杯 别仗着我爸妈喜欢你 你就可以肆无忌惮 行不行 橙子 协议 协议 这什么东西 橙子 协议 这什么东西 你怎么把它带过来了 这么重要的东西 当然我带在身上啊 妈 这只是一个草稿而已 嗯 肚子好饿呀 要不然咱们提前开饭吧 对吧 好 我这就去做 咱们没发现吧 应该不会吧 他老花 戴眼镜才能看清楚 那些草稿 对吧 我会有手 丢三落四 我这是防着你 而且我随时提醒你 江进程 我说真的 但别离婚了 你要干嘛 只要你停止败家行为 从公司离开 我就同意不和你离婚 想要把你装的 我不同意 不是 那你想怎么样 你做了那么多事 不就是不想和我离婚吗 现在我同意你了 你还想干嘛 我跟你说过很多遍 我要拜光你的嘉义 然后把你给甩了 你败了多少钱 好像还赚了点吧 你出去 赶紧给我消失 走开 气死我了 我怎么那么能挣钱 妈 你快别忙了 你赶紧休息一下 这日交给我们两个就行 好 不碍失了我 我走了 你干嘛 江净场 我们能不能不闹了 就像以前那样 咱妈 还等着咱们俩 给她生个大旁外孙呢 我们以前有好好过过日子吗 我承认 之前对你的关注是少了一点 但是我们俩之前是协议结婚 我 我当时对你没感情的 没有感情 你当时没感情 难道现在就有感情啊 我 感情 我怎么感觉不舒服呢 小莫 来吃点水果 好吗 我来 小莫 今天就留在这过夜 不走了 妈 她今天晚上要回去的 走什么走 今天就留在这 小莫 好嘞 还是小莫懂事 你干什么呢 你今晚睡地下 妈 你看 江金城 你这是干什么 你脾痒了 你看哪个夫妻 一个睡地下 一个睡床上 妈 她睡觉不老实 我睡不着 你赶紧的 把这些东西 给我挪到床上去 不然明天 看我怎么收拾你 小莫 这是你的补品 趁热喝 谢谢妈 现在这是我的地盘 你下去睡 哎呀 哎呀 你给我下去 我不下去 要下去 你自己下去 或者 你躺下 我自己下去 让你拿走 哎呀 太南风亢了 不尽 唉呀 你 哪找人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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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小霓裳 你明明睡觉的时候这么可爱 这哪里没办法 嗯 乖橙子 乖橙子 嗯 我昨晚爬上床了 为我这么饥渴吗 还好我醒的比他糟 有时被他发现了 我爬上了床 丢死人了 早知道昨天晚上我睡客厅了 女儿 多住几天吗 是啊 小莫难得来一趟 咱俩还没好好喝两杯 橙子 咱们要不然多住几天 没必要这么早走 爸妈 嗯 我们还回去上班呢 不然迟到了 改天来看你妈啊 快回去吧 好好照顾自己 先走了啊 拜拜拜拜 可以出去 慢点开啊 拜拜 爸 嗯 我们走了啊 看什么呢 我我没看什么 你说 如果我们不离婚的话 我们是不是会像你爸妈一样 能不能 你做不到 嗯 要不然 我们试试 你到了 行 你等我我马上 你刚说什么 没什么 你涂口红干嘛 我问你话呢 你涂口红干嘛 少管我 谁的电话 一边 哎 六 哎 这谁呀 还在美鬼花 谁老破 你就瞎吧 是我冒昧了 雨晨 请原谅我 美鬼花也不能乱送 别打碗他 他脑子有问题 我们进去说 你们别走啊 喂小张 查查那个Lio到底什么来头 跟将冀成什么关系 女神看一下 哇Lio 都是你设计的 都好好看啊 太好看了吧 这件我喜欢 女神 要不让莫先生进来吧 让他进来 我还怎么好好换起来 什么 没有 我觉得你设计的都非常 非常符合我们公司 对黑金会员 专属高定礼物的调性 我都很喜欢 老大 这张更符合 我也喜欢这张 老大你看什么呢 老大 要不咱换个地方等呢 这么多人看着呢 我 试啥工作呢 试啥工作 谁信呢 又不是没张眼睛 小张 你跟了我多少年了 有 十多年了吧 你还知道有十多年了 那你怎么不给我报信呢 以后我如果离婚了 我就怪你 啊 离婚 不是您自己提的吗 怎么能怪我呢 怎么回事啊 一点眼力见也没有 那是以前 哦 后悔了 以后啊 所有的事情 必须给我上报 听到没 哎 还有这花 就不该出现在这 就扔了 每次一被戳穿到这里了 这花多好啊 生怪 你们俩要背着我说悄悄话啊 这花 天然说的 老大送你的 喜欢吗 来 欣赏一下 我们黑金会员的协议 十万块钱 不是真的做的 也不是这么贵吧 哎呀 我也是黑金会员 去哪一家好呢 哈 就这几块破补缝一下 这就高点啊 这可是国际知名 设计师的高点 每一件都是艺术品 你懂什么呀 别把我当冤大头了 好不好 就这破玩意儿 我闭着眼镜 我都能画出来 赶紧给我取消订单 不好意思 签约了 啊 全款 又全款 你可以毁约 毁约分十倍 你真 你真 小默默 格局 而且我告诉你啊 咱们俩的结局只有一种 要不然呢 就是我败光你所有的家产 然后离婚 要不然呢 就是你完成我给你的协议 我净身出户 你 我不离婚 那我也告诉你 离不离婚是我说了算 我还有一张你签了字的 我 真不应该把他放在办公室 江金丑 你真的这么想跟我离婚 当然 所以你就迫不及待的到处勾搭男人 我警告你啊 我们现在还没离婚呢 什么叫我跟别的男人勾三搭四 你自己贼喊抓贼吧 我怎么贼还抓贼了 我做什么贼了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清楚 我清楚什么 你跟那个雷欧在那眉来眼去的 孤男寡女两个人共处一室 还不让我进去 你这个是莫名其妙 我懒得跟你说 我想跟你说 你别再张牙舞爪不是好歹的 我不会给你的 谁想跟你吵 张牙舞爪的 江金丑 不行 我得把它盯紧点 不能让他出去乱搞 张金丑 你等等我 江总 小张给我拦住他 你要是敢拦我的话 我就立刻取消你的假期 然后让你带着女朋友到公司来过周年纪念日 张总慢走 拦住他 张金丑 对不起老大 我也是被剥的 你个叛徒 你给我让开 让开 大哥 大哥 去哪了 老大 冷静点 江总他 应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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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酬他怎么不跟我说 去哪了 你今天要是不告诉我 我也让你明天加班见不到你女朋友 长男会所 老大 女神 谢谢你为我办的洗衫宴 这是为了一点心意 请收下 天呐 星月系列的限量版 全球只有一条的项链 不行不行 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就是送给你的 我真不能收 太贵重了 对了 为了感谢你对墨市集团的帮助 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这是什么 打开看看 哇 女神 这都是限量版的藏酒啊 都送给我了 听说你喜欢品酒吗 酒风知己千杯少 送你这何事 领班 上杯子 道上 来 为了我们的友谊 干杯 干杯 江几程 这酒哪来的 办公室的呀 摆着不好看 送上这何事 那不是我的酒吗 什么你的你的 我的办公室就是我的 你是我老婆 你的东西都是我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我的酒 既然 这是莫总的鲜头肉 那我就不要了 哎 雷尔 这是我给你的心意 我给你的就是你的 跟他没有关系 男人不能怪着 特别娇气 你别太过分啊 我过分 人家雷尔给我送的是限量版的项链 比你这破酒宝贝多了 你怎么能说别的陌生男人送给你的礼物 你来走 我不稀罕 我稀罕 别怠着他 我们喝酒 来 喝酒 喝什么喝 你给我回家 这是我的场子 要回你自己回 这是我的地盘 你要是不回家 我扛你回去 回家就回家 明白 把这些酒安全送到雷尔家里面 雷尔 下次见 拜拜 好的 老板娘 我告诉你 这酒不准送给他 还有你 不准再约他 开门 江金城 我发现你挺能整啊 我就一会儿没顶你 站着我的地盘 拿着我的东西 去送给一个狗男人 除了狗男人 前面都总及得挺到位的 桃花我墙角啊 他不是狗男人 谁是狗男人 我啊 我告诉你 我以后不许你见他 做梦 雪招 你都跟了我十多年了 这事你必须得帮帮忙 大 你就相信我吧 那你说 怎么让江金城不跟我离婚 并且停止这种败家行为 并且别跟那个狗男人联系 爱情 能解决一切问题 弄个娃开花结果 那不行 短距离都有眼 这年后 流行总裁夫人带球跑 您得 这样啊 明天呢 是夫人生日 你得给她个意外惊喜 好准备一下 明天趁着她生日 给她个惊喜 对 这事就这么办 然后你跟她说我明天 我明天出差去了 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直接签了 橙子 听说你跟莫先生吵架了 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帮你们缓和缓和 也不是吵架 就是我们在闹离婚 她提的 我没同意 那你爱她吗 单方面的爱 很痛苦的 爱 早就已经肖默完 我现在就是想报复她 想让她难过 这样你也很痛苦的 与其这样 不如放了自己 重新开启一段新的感情 但是我不甘心啊 我可以帮你 所以你忙活了半天 一分钱都没败出去啊 还给莫丛兰赚得盼盼钵满 这下莫丛兰反倒 不同意离婚了 我该怎么评价你啊 是成功还是失败啊 我觉得我自己好失败 要不是我心里还堵着一口气 我都应该放弃了 你说她是个陌生人 她凭什么呀 凭什么突然又不想跟我离婚 真是可笑 要我说呀 就应该离婚 好好捞她一笔 然后落袋平安 然后逍遥自在过日子 你说你老公都打了这么多通电话了 你是一个都不接呀 该不会 她觉得你能赚钱 所以不同意离婚 要反过来 狠狠耗你羊毛吧 她怕我败家 去我和好呢 想阻止我 干嘛 几点了你还不回家 不回家再见 不是那别人家 不是你 怎么办 她明天会不会回家 不行 我得想个法子 一定要让她明天乖乖回家 说好的 按照惯例 去你家给你过生日 到时候 把Liu介绍给我认识认识 安排好了 那把你家密码给我吧 我早点过去布置一下 这样的话 还能在我的偶像Liu面前 展示展示我的厨艺 可以 莫姨 思思呀 快坐 谢谢你陪我出国旅游 还给我当导游 当翻译 莫姨 咱们这叫做旅游 莫姨 莫氏没事吧 您看 新闻说 江金城成了莫氏总裁 又一个多月了 反了他了 敢把主意打到莫氏头上去 就是 走 找他去 这么帅 你不死你江金城 喂 虫子 我刚加完班才到你家 今天要晚点开席了 没事没事 我们也快到了 行 那我先挂了 你谁呀 你怎么在我家呀 赶紧走 要不然报警了 等等 这是我们家的大house 怎么样 我们回家啦 你不是出差了吗 你怎么在家呀 我出差了 你就把这个男人 带回家吃饭是吗 还有这个女的谁呀 曾曾呀 我好闺蜜 结婚五年了 你连我闺蜜都不知道是谁 你好 莫先生 今晚打扰了 知道打扰了就赶紧滚 莫先生 我是橙子的客人 不是你的客人 这里是我家 你既然不是我的客人 就请你赶紧走 我去 真有修罗场那味儿了 我敢保证 莫成蓝 吃醋了 不可能 他就是男人的胜负欲在作祟 以为我后内出轨 啊 那怎么办 曾曾 六 咱们换场地 江金城 你东西掉了 在哪 你 你干嘛 你干什么 曾曾 这是 得 咱被赶出来了 你干嘛 莫成蓝 你要干嘛 你干嘛 你过生日 不跟自己老公吃饭 跟别的男人吃饭 什么意思 你知道 今天是我的生日 不然呢 所以你穿这么帅 是因为我的生日啊 不然呢 你笑什么 笑你可爱 我还给你准备了惊喜 过来 慢点 你干嘛 以后每年 你的结婚纪念日 还是生日 我都陪你一起过 谢谢 生日快乐 不过好像 有点晚了吧 我还给你买了礼物 看看 什么呀 哇 怎么样 比那个限量款 更好看吧 你不会就随便 买了个限量版吧 你不要你给我 我没说不喜欢 你给我的就是我的 好美啊 我帮你戴上 我看看 好看吗 好看 程程 我们 我们重新在一起吧 呃 重新开始 嗯 那如果我 放弃 败家 也跟你离婚的话 你还会重新开始吧 我 江青城 你反了天了你 居然敢抢夺我的家产 居然敢抢夺我的家产 妈 你回来早恋说一声 我去接你啊 程兰呀 我的宝呀 公司出了这么大个事情 你为什么不跟妈妈说呢 公司没事 骂您想回去吧 别逞我了 你让开 别拦着妈 我今天非罢了她的皮 莫夫人 你以为我能看得上你们家这些家产啊 捉 看我今天不撕了你的脸 妈 好了 你俩别愁了行不行 好好说话 儿子 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自己生不出孩子了 还用这种方法来抢夺我们的家产 赶紧跟他离婚 让他健身出户 天天就是用离婚来威胁我 你除了这些还会说什么呀 不知道还以为我跟你结了婚一样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们俩离婚 你明证据吗 他是我的儿子 我让他离他就得离 妈 您别闹了 我不离婚 你欺负我就算了 你觉得我现在还能忍吗 米娅 别吵了 好好说话行不行 跟这个贱人有什么好说的 立刻马上给我离婚 妈 骂谁呢 你骂谁贱人 金家母 好大的脾气 请我们来 是要我们看这个 妈 爸 你们怎么来了 宝贝闺女 妈 爸来给你做主 爸 妈 受不起 前几天还承诺对成字号 现在我是看清楚你们一家 是这样对成字号的 妈 你们别拦着我了 你有什么事回家说去 臭老头 怎么跟我儿子说话呢 果然坏主生不出好损来 你们一家子 一窝子黑心 你骂我就算了 你为什么要是我爸妈 就因为你是他们的女儿 五年了连个蛋都生不出来 还想抢夺我们的家产 没劣没劈的 是因为我不想生吗 你会问你儿子 五年以来碰过我一次吗 我们要同过方吗 而且她还出轨 外面有别的女人 你 你让我闺女受了五年火管 还在外头金屋藏匠 你 离婚 离马离婚 必须离婚 好 明天离 我不离婚 我不离婚 别理她 闺女 咱不跟她废话 走 我们回家 我不离婚 橙子 橙子你等等我 儿子 你让她走 妈再给你找一个好的 别让她耽误你 妈 您就不能盼着无聊好吗 你 橙子 你等等我 儿子 我是在帮你 我成来这真不是个东西 气死我了 你这孩子也是 受了这么大委屈 也不跟我们说 爸妈 我明天就去跟她做个了断 橙子 我来接你了 会切 别关门 我 我还给你爸妈带了补品 我家不缺你这口吃的 橙子 你开门 你不是还办家吗 老大 看来夫人 不会再开门了吧 你上 姜总 姜总 我 就我自己 老大不在 莫成来让你当说客了吧 通知他 十点钟民证据见 不是 不是 嗨 姜总 我怎么敢掺和 你们俩的家事呢 这个文件急用 我拿过来让您签个字 早上午点有这么急吗 急啊 肯定急啊 赶着发工资呢 谢谢姜总 莫成来你这么不要脸 你给我回来 你别碰我 你自己扑到我怀里来了 你怪我 你别在我家待着 赶紧出去 我不出去 橙子 老婆 昨晚的事 我替我妈道歉 跟我回家好吗 我们本来就没有感情 好聚好散吧 有感情啊 你不是喜欢败家吗 咱们回家接着败 我再说一遍 我们之间没有感情 你去找你那些阴阴厌厌们 我在外面没有别的女人 我只有你一个 又是首饰 又是别墅 你告诉我没有女人谁信啊 十点民政局 谁不去谁是狗 现在给我出去 我不出去 你出去 我不出去 出不出去 不出去 我出去 你 橙子 咱们好好谈谈呗 我不会放过江金城 那个黑心肝的女人的 莫姨 别太生气了 身体要紧 没想到江金城 这个女人这么坏 瑟瑟 你要是我儿媳妇该多好呀 莫姨 这个得问问程兰哥 莫姨帮你 她居然连家都不败了 说什么别墅首饰的事情 她不会真觉得我在外面有女人了吧 小张 你说她会不会是因为觉得我在外面有女人 她才这么着急离婚啊 老大 我又不是夫人肚子里的蛔虫 我上哪知道去 不行 我得跟她解释清楚 这不江金城的车吗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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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前面那台车 江金城坐车跑了 江金城 你不在家好好待着 你跑哪去 民政局 成子 你等等我 成子 你听我解释 赶紧继续把事给办 别默契 你听我解释 我在外面不可能有女人 而且我也不可能给别人送别墅 而是什么的 你送什么都跟我没有关系 进去以后签字 咱们俩互不相欠 互不相欠 你敢 拿着赶紧走 去公司 小张 你们别走 快走 不能开车 快走 小张你别走 你存心的是不是 我就是不想离婚 所以你的户口本 必须在我这儿保存 那你知不知道 分居六个月 我可以起诉离婚 再见 老婆 下去 你俩还走不走的 我走下车 两口子吵架 当我做生意 走 去莫氏 莫夫人 李小姐 思思呀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成岚的秘书了 成岚今天就和那个女人离婚了 以后你要多照顾成岚 我会的 莫姨 小张 安排一下吧 还有 谁要是让我们家思思受一点委屈 我就让她滚出 莫氏 好 好的 老大 您自求托福吧 李小姐 要不您就先坐这儿吧 这位置这么小 这位置这么小 这椅子这么硬能坐人吗 李小姐 这都是标配 既然我是成岚哥的秘书 那就跟成岚哥做一起吧 带路 李小姐 这不符合规定 你敢拦我 我让你立刻滚蛋 小张 江总 既然是莫夫人安排的莫成岚秘书 那自然要坐在他旁边 跟我来 你居然让成岚哥坐这儿 你都离婚了 凭什么还是莫氏总裁 我们没离婚 离了婚 我也是莫氏总裁 我们不是没离婚吗 你闭嘴 林秘书 请坐 成岚哥 怎么样 让你坐在你的成岚哥旁边当同桌 你不愿意啊 你等会 谁要跟他坐一起 小张 把椅子给我搬到那边去 我的位置在这 要不然你也坐在这 好了老婆 咱们一块工作 敢欺负我的人 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 江总 好了 没你事了 赶紧出去 老婆 不过是个下堂鸡 得一些什么 看我怎么整 你们都不知道吧 成岚哥和江金城已经离婚了 过不了多久 江金城就会被赶出末世 不会真离婚了吧 以前他们就老是吵吵闹闹的 江总这么好 莫总怎么会想着离婚呢 你给我闭嘴 我是莫已给成岚哥亲点的秘书 你们都给我识相一点 不然 我让你们立刻滚蛋 您 去给我买杯咖啡回来 还不快去 这东西 你们最好搞清楚 谁才是莫氏的主子 校长 查到江金城想要离婚的原因了吗 调查到了 当时别墅的绯闻 闹得沸沸扬扬的 夫人就有所猜疑 后来又在您的办公室 发现了耳环 她就觉得 您有外遇了 哦 对了老大 帮我报销一下调查费吧 原来是误会默默的事情 那这事就好办 这什么呀 这什么调查费这么贵啊 夫人闺蜜嘛 用了两个包才拿到医术消息 两个包就把我老婆卖了 什么为啥 还闺蜜呢 老板你干嘛去 一会儿不还有亏要开的吗 取消 我要找我老婆成君去 这里这里 快点快点快点 怎么样 收到了吗 收到了 发财了 接一会儿君记吃饭 还是你厉害 光卖我的消息 你就坑他两个包 那也是你执这个价格 送上门的便宜不占 那我不成傻子了吗 下次我们要坑他一个大的 至少五个起 遵命 话说你个墨虫兰都到民众局了 中间怎么被抢的呀 虫子 你心里真的放下墨虫兰了吗 算了算了 不提他 提他影响心情 好吧 我也只希望你能开心 哦 不过听说 你们漠视集团的黑金会员 被各大平原抢破头了 就为了装一件 Leo大师设计的高定礼服 我本来是想给你留一件的 没关系 下次我让Leo单独给你定制一件 你喜欢的 哎呀 算了吧 高定礼服穿的机会也不多 而且维护起来又麻烦 我可没那个闲钱呢 怕什么呀 我给你包了 姐都包 姐现在带你去吃饭 走 想吃什么 吃什么都行吗 当然吃什么都行 赶紧走 你说吃什么就吃什么 哇 思思 太漂亮了 这就是Leo大师 为漠视黑金会员设计的礼服 没错 你们说 我挑哪件好 思思 听说你是莫夫人 亲典的下人儿媳 现在还入主了墨室 能不能帮我们弄一套 我们申请了好久 是啊 我们找了好多关系都没搞到 那没问题 我一句话的事 一句话呀 怎么 你是墨室总裁 还是 墨室是你的呀 墨室是成兰哥的 再说 一个下堂妻 在说什么 真好笑 你的入职流程 跟你的公司都是我批的 要是没有我 你能进那儿墨室吗 思思 你不是墨老夫人 亲典的儿媳妇吗 是啊 为什么进墨室 还要塌皮 这什么意思啊 就公司流程 就流程而已 对啊 只要我一句话 墨室和成兰哥 都会同意的 哦 也就是说 你做不了主 谁说我做不了主了 只要我开口 别说一件礼服了 这些 墨室和成兰哥 都会送给我 那你现在就去试试 试 试什么试 你个下堂妻 有什么资格让我试 跟我聊资格 你不敢呀 怕了呀 县江的 你什么意思啊 县江的 我欠你认清现实 思思 可是墨室未来的少夫人 麻烦你们赶紧让这个未来少夫人 认清现实吧 你给我等着 现在就给摩宜打电话 你给你的成兰哥打电话了 让他把这些东西都送给你 成兰哥 送什么送啊 这几块破布 又贵又不好看 成兰哥他欺负我 老婆 你看这衣服 又不好看 又没用几块布 肯定脱空减料了 咱们 要不别买了 他们不是离婚了吗 思思 这是怎么回事 成兰哥 成天娇弟弟 我走 宋总 再换个地方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这李大小姐 可真是作呀 走 老婆 成兰哥 你让开 再这样给你开了 想进一场 当不着瞧 成子 成子 我要和我老婆约会 希望你能失去 放手 放手 成子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拜拜 你这个客户 又把我给卖了你 你居然当着我的面 贿赂我闺蜜 你听我解释吗 我去带你见个人 把首饰和别墅的事 跟你解释清楚 真的是送我妹妹的 亲妹妹 是情妹妹吧 亲妹妹 莫成兰 你当我傻呀 你是独生子 你好歹也说是干妹妹啊 你妈什么时候 又给你生了一个妹妹 你别走啊 你不吃饭了 我记饱了 不吃 我给你看 我不看不看 你看这笔眼睛 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还真挺像 是你妈的 还是你爸的 我的呀 你的 不是你妈的 也不是你爸的 你一定是找了一个 跟你很像的女人来骗我 你现在把钱都换来 这个地方了 你真是气死我了 没有 你别生气 我跟你解释 真是挺复杂 江金城 犯了你了 敢当我儿子 妈 妈 孩子 把这个女人给我赶出去 妈 有话好好说 就什么好说的 死死都告诉我了 儿子你让开 我今天必须要把她赶出去 都离婚了 不可能再赖赞莫家 我今天必须要清理门户 妈 我没离婚 莫夫人 讲道理 我是有莫氏集团任命书的 你没有资格赶我出去 莫氏不是你一个人说的 你给我逼 妈 好了 冷定一点 还敢躲 我不躲 等着让你打吗 妈 你太过分了 我告诉你 我现在不是以前的软柿子 你不要惹我 儿子你看看他 你们都离了婚了 你还护着他干什么 我没离婚 就算离婚了 他护我不应该吗 你不要以老卖老行不行 厂长 我们不是没离婚吗 你闭嘴 我们女人吵架 你们男人少掺和 莫夫人 你也老大不小了 能不能成熟一点 你是延迟多了 把脑子给hold住了吗 每次上来不是他就是骂 你还敢凶我 我没有凶你 我是在好好跟你讲话 这五年以来 你每次上来就是骂我 我以前是尊重你 我现在不想忍 我今天 我今天不教训 你不知道我要多厉害 妈 好了好了 儿子你 你上开 你给我好好说 你想打人是不是 行 我现在全程录下 看你敢不敢碰瓷 你把手机给我扔了 我就不扔 你给我把手机扔了 只要你敢过来 我就把你们家 厮守你的事情曝光出去 你胡说什么 我摸家哪来的私生 你 程录都跟我说了 他有个妹妹 亲妹妹 妈 我找着嬷嬷了 你怎么找到她 你没有妹妹 你怎么没有妹妹 你怎么没有妹妹 我有妹妹 你妈都说了你没有 所以说你是情妹妹 不是情妹妹 你听我说 你又骗我 你妈刚刚都说了 你是个男人吗 混得还出轨 你真的 孩子你没事吧 我没事 江青城 你敢抬我儿子 我打死你 妈 我真没事 你们墨家真的是太过分了 没有一个好东西 你骗我 你还想和好 我告诉你 永远不可能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跟你结婚 还有你 你们墨家有什么了不起 我压根就看不上 江青城 橙子 橙子 孩子 你听我解释清楚 孩子 妈 我真的得给他解释清楚 这事没什么好解释的 我宁愿他误会你出轨 也不能承认你有个亲妹妹 为什么 橙子 橙子 怎么就不接电话呢 橙兰 林墨墨是怎么回事 妈 林墨墨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妹妹 我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她的 橙兰 你是妈妈的儿子 没有妹妹 从你被领养的那刻起 你就只有一个身份 我的儿子墨家的大少爷 妈 她是我唯一的亲妹妹 我 我不能这么干 橙兰 妈妈知道你善良 给她一笔钱 让她出国离开这 妈不希望别人再知道 你是被领养的事情 妈 对不起 橙兰 你是妈妈的依靠呀 养子的事情 要是被你爷爷知道了 妈是会被赶出墨家的 儿子 妈不能被赶出墨家 听妈妈的话 让林默默出国 让她离开这儿吧 好吗 妈 就算林默默要走 她也是我永远的妹妹 领养的事情 只要有人查 是绝对抱不住火的 对不起 我不会让人知道这个秘密 墨家的主人 只能是我 老大 用来讨好岳父 不 是孝敬岳父母的礼物 给您拿来了 记得帮我拖延时间 我一定要把他们脸拿下 老大 您说能成吗 我怕您被赶出来 毕竟 这老两口记性挺大的 必须成 要不然我老婆就没了 是 加油 江总 这些都挤劲 麻烦您签一下 下班时间不要跟我聊工作 我不加班 江总 签一下 马上就好 江总 我今天要解决不了这些文件 我就下不了班了 我现在就批准你下班 你现在走 明天都 别 江总 求您了 下不为例 谢谢江总 谁啊 妈 这儿不欢迎你 看爸 帮我把扫帚拿来 妈 我是来解释的 他妈 要扫把干嘛 你还敢来我们家 爸 我是来认错的 这儿 这儿您签一下 这儿 这儿 这儿要不您也签一下吧 要不 这儿您也签一下吧 小张 我两个小时签了一份文件 我这一堆还得需要多久啊 你不会是故意的吧 怎么会呢 就剩这么多了 马上就完事 我不签 江总 没签完呢 老大 夫人跑了 莫丞兰 丞子回来了 快 我给你做了 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蛋 什么情况 爸 妈 丞子回来了 他怎么在我们家 他可是我们的仇人 说什么呢 小莫怎么是我们家仇人呢 丞子 你误会我了 妈 我爸呢 我爸在家的话 肯定不会让他进来的 你爸去陈叔家 许好酒 说晚上要跟他喝两杯 又跟他喝酒 哎呀 这个时候你爸还没回来 可能是跟你陈叔聊上了 这样吧 我们不等他 先吃饭 丞子 丞子快 尝尝我亲手跟你做的菜 等等 妈 你是不是被他下药了呀 哎呀 你误会我了 丞子 是你妈还是我妈 就 半个女婿顶个儿嘛 你可给我闭嘴了 妈 你看他 丞子 小夫妻哪有隔夜仇啊 什么隔夜仇 你到底想干嘛来我家 丞子 你们俩之间的事 小莫都跟我说了 抛开你婆婆 单看小莫 还是不错的 你们两个把日子过好 就得了呗 妈 这个人说话 你不能全信 怎么不能信呢 他不是退位 让你当了末世的总裁 给你当小助理 惯着你 宠着你 你还要怎么样啊 让位 你送我吗 我还看见呢 他为你学做菜 学做家务的照片 现在天底下 这样的好男人不多了 让自己的老婆 给自己当老板呀 你可真绿茶 你能心都泡茶了吧 这不有图有真相吗 你看 橙子 夫妻总是磕磕绊绊 这么过来的 要学会理解 学会谅解 这样小日子 才能甜甜蜜蜜的 妈妈说的对 你们两个之间 真的没什么问题 就是缺个孩子 有个孩子 就有家样了 对 妈妈说的真对 过来 过来 生孩子 我们去生孩子 妈 橙子 有话好好说 别吵架 沐青蓝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不想离婚 所以我要搞定我的岳父岳母 让他们劝你回家 所以你用的办法 就是糊弄他们 骗他们是不是 你真的够讲话 我再说一遍 这个混我离定了 橙子 我们之间有误会 我在外面真的没有别的女人 我就只有你一个 这么多年谁信啊 所以我找支援了 行 可以 那你解释吧 请开始你的表演 我听着 林默默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妹妹 我最近好不容易才找到她的 是 然后呢 你心怀愧疚 你就各种送她别墅首饰 是不是 是 莫成来你真的是够了 如果她真的是你的亲妹妹的话 你们默是这么大一个家族 她会放任你的绯闻不管吗 会诋毁她吗 她跟我家没有血缘关系 没有血缘关系 你的亲妹妹跟默是没有血缘关系 这是我妈的秘密 你妈的秘密可千万别跟我说 我没兴趣 不 你应该知道 我们是夫妻 我应该告诉你 我的妈妈没有生育能力 她为了保证竹母的地位 领养了我 你 你是 默是的养子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因为你是我的妻子 是我的伴侣 是我最亲密的人 我 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这些都是我给林默默买的礼物 每一个礼物上都有她的名字 默默 默默 所以你现在知道 我外面没有女人了吧 明面上 显示过去了 但是谁知道你私底下 背地里 其他 有没有 那 那私底下的事 我们就私底下说呗 我才不要呢 那我们 回家好不好 我不要跟你回家 今天信息量有点大 我还要消化消化 那我帮你消化消化呗 不行 我得自己消化 你别跟着我 你别跟着 那你有事喊我呗 抓住男人的心 先抓住他的胃 陈兰哥尝过我的手艺 一定会喜欢的 吃点 陈兰哥你回来 吃点吃点 不然对身体不好 说了不是 陈兰哥 早上不吃饭 对身体不好 你必须得吃一口 我说了我不想吃 别烦我 我可是为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皮蛋瘦肉粥 尝尝呗 你自己做的 你不会是把几个皮蛋放在白粥里面拌一拌 然后放几块昨天晚上的肉混在一块 就叫皮蛋瘦肉粥 怎么会呢 小莫 抓住一个人的心 首先要抓住他的胃 这是橙子最爱吃的 你就说你做的 谢谢妈 这个是咱妈亲自教我做的 你必须得尝尝 那我也不吃 不叫 咱们去花园吃 你说去就去 离了昏了还缠着橙子 莫姨 我有办法让江青城离开这里 希望你配合我一下 来 尝尝 还有模有样 那是 快尝尝 怎么了 这不还可以吗 你不喜欢 喜欢是喜欢呀 就是感觉不像你做的 怎么可能呢 这是你妈亲自看着我做的 喜欢你就多喝点 奇了怪了 我妈怎么总是被你迷得五迷三道的 都不相信我说的话 那他肯定是觉得我人品好 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 你能托付终身啊 那这五年来是谁对婚姻不闻不问 离了婚还抢我证件 还在我妈面前颠倒是非 我已经改过自信了吗 真的吗 真的 那你把证件给我 什么证件 证件在家呢 真的 江青城 你还想这离婚呢 你别管我 难怪 难怪你老拦着我 我不让我跟我妈说我们没离婚的事 不是 不是你真的还想离婚江青城 这玩意儿还是得拿自己手上 放家里可不安全 你怎么在家 回来这么早 我公司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来了呗 没事吗 小张可是找了你一下午就说你没事 是吗 等等 你的动作怎么奇奇怪怪的 怎么奇怪了 衣服都露出来了 我让李爷爷一直想 又怎么了 最近腰有点不舒服 那我带你去医院 不用 我缓缓就好 不行 你身子那么虚 手破了都叫个不行 那个小张找我一下午肯定有急事 我先撤了 你去哪 不用不用 你就在家来着 你该干嘛干嘛 扭扭腻腻的 肯定没干什么好事 在哪儿呢 莫承蓝树放在这儿呀 喂 陈院长 没事没事 不就一块地吗 做好事不留命 好 拜拜 在哪儿呀 莫承蓝 你给我放哪儿了 老大 老大 夫人把一号地块捐出去了 什么时候的事 好像就是 夫人上任那天吧 建商场拿快递 一个月之前的事 你现在才告诉我 我 我 哎 我 我也才知道嘛 姜金城 我看你能得益多久 敢跟我抢成蓝格 看我怎么让你身败名裂 滚出漠视 一号地块 姜金城 这可是成蓝格最看重的商场项 这个信息要是被泄露出去了 你肯定就顺败名裂 李思思你干嘛呢 我干什么 关你什么事 等等 麻烦你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 这里是我的总裁办公室 你未经允许来到我的地方 肯定在干坏事 你胡说 我胡说 来 看看拍的什么 我什么都没拍 你把我手机关 姜金城 你把我手机摔坏了 李思思 麻烦你碰瓷也动点脑子好不好 这个手机是你自己摔的 而且 上面只是屏幕保护膜坏了 你说谁没脑子呢 要不是因为你手机都摔坏吗 我管你手机坏不坏 你偷偷摸摸来到我的办公室 你想干嘛 你的办公室 凭人叫你一声总裁夫人 你真把自己当末世主人了 我告诉你 你连狗都不如 你说什么 我说你连狗都不如 你再说一遍 连狗都不如 今天就让你看看总裁的愤怒 放下 承转一号里 干嘛 你先忙 承轮哥 太疼爆了 老大 你怎么还出来了 还吓成这样 夫人在里边干什么呢 他在里边枪身舰体呢 滚开 进去好好收拾一下 承转 承转 不就练个器材吗 有什么收拾的 神性杀宝 太残暴了 喂 雷奥 怎么了 女神 礼服的料子到了 我先坐过去给你量尺寸 方便吗 可以 你快来办公室吧 我等你 橙子 你把一号地捐给谁了 你赶紧给我拿回来 那一号地是我建生厂的 我捐给 我捐给孤儿院了 那么贵的地 你就 你就直接捐了 要不然这样 咱们换一个地皮 把它换回来好不好 我这都捐出去了 我怎么样回来 你不就是建一块商场吗 你不是还有二号地 三号地 四号地 反正你地多 你随便挪一个吧 多了一挺近 不是 那怎么能这么随便呢 你没看过那个一号地的秘密文件吗 那可是我们公司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啊 那我也觉得孩子很可怜嘛 我建个孤儿院我 反正就要不回来了 你 你是不是又觉得我做好事也败家呀 不是 那你 你捐了这么贵的东西你 那怎么就不是败家了呢 那你就别这么抠嘛 你就把格局放大一点 不是 你现在跟我说格局 那你怎么不捐自己的东西呢 莫承兰 我是在帮你积德行善 你的意思是说我还得感谢你 不用谢 我的证件呢 你是真会顺着肝子往上爬呀 怎么 我都找了好几天证件了 这家里公司都没有 你藏哪了 我没藏你的东西 在你身上是不是 不在我身上 肯定在你身上 我找找 不在我身上 陈一 我身上没有 李西伯 在下面 裤子 我裤子要掉了 你别称我裤子 你把我裤子扯掉了 你把我裤子扯掉了 非礼物事 你这个人干嘛 不好意思了 我太有病 赶紧进来 什么生活道理 你来干嘛 这里不欢迎你 橙子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 当然没有 有 橙子 既然莫先生觉得阿眼 那我们换个点 去个工作室 知道阿眼你还敢过来 一点分寸都没有 是他小心眼 别搭着他 我们去你办公室 来 等会 不准去 莫承兰 你怎么总是对利用阴阳怪气的 别管他 我们去这边量尺寸 来量吧 我们量 量什么 黑金会员的高定礼服 都是量身定制的 我作为老板 我要谢谢他 你给我走远点 橙子 莫先生这个样子还怎么量 要不然莫先生先离开一会儿 对 你赶紧走 我不走 量个尺寸 需要这个大设计师亲自来给你量吗 我看你就是想占我老婆便宜 莫先生 你这是在污蔑我 污蔑我的专业 我污没污蔑你 你心里清楚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碰我老婆一根毫毛 我把你手剁了 我就是量个尺寸吗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至于吗 至于 我来量 你会量尺寸 你会量尺寸 莫先生 您这是在干扰我的工作 对 你赶紧走 我不走 谁知道我走了以后 你们在这房间里面干什么 姓莫的 你既然跟程子离了婚 就不应该管这么多吧 谁离婚了 谁说的 谁说的 你妈 什么 程子 我们得跟咱妈解释一下下 你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妈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 再说 这不是迟早的事吗 老婆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程子 你们现在还没离婚呢 没理 我告诉你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我们两个一辈子都不会离婚的 你放手 我跟你不熟 程子 我这两天不是表现得挺好的吗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这两天我们俩关系是有点缓和 但是我还是没有信心 我没有信心和你生活下去 包括你们还有你的家庭 莫先生 既然程子心里没有你 你就放手吧 你给我闭嘴 我跟我老婆在这说话 轮得到你这个外人在这说三道四的 哼 我是外人 但也不想程子受罪啊 你知不知道 你的母亲在外面逢人就说你要再婚了 什么 你惊讶什么呀 你妈现在巴不得让李思思嫁给你 程子 我妈可能是因为以为我们离婚了 所以才这么说的 我们去解释一下吧 解释有什么用 你妈的性格你又不是不清楚 不是是怎么知道的 是 我看她巴不得想我们俩早点离婚了 程子 就算我们真离婚了 这不到一天的时间 她全世界都宣传 你要再婚的消息 她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吗 你要去哪儿啊 去民证据 不耽误你的好事 走啊 诶 我不去你也不去去 你不去我自己去 反正我证件掉了我又可以补 诶 你是哪儿啊 我送你 走 你给我滚开 拿着你的褶 走 啊 江京城我不会放过你了 你放手 你 你 程子 咱冷静点 别意气用事好吧 我意气用事 你以为你自己有多重要啊 我告诉你 我不可能因为你受你妈的鸟气 那不是我妈不够了解你吗 了解你以后一定会接受 了解我 你有资格说这句话吗 这五年以来我见她的次数比见你还多 她能改变早改变了 你现在说这种话前五年你干嘛去 好 那我现在保证 从今天起 你说什么我都听 你说往西我就往西 你说往东我就往东 那现在就去离婚 哎呀别啊 你说你是嫁给我 又不是嫁给我妈 你知道我是跟你结婚啊 这五年以来我一姑见过你多少次 你有数过吗 我还真以为我跟你妈一起过日子呢 但是我现在就不想跟她过了 哎呀 你看 我们一直在讲我们俩的事 你老扯上我妈干什么呀 就是不想跟你讲话 你给我走开 让开 你还以为你是个香伯伯吗 将军朝你给我劝 敢打我 看我不弄死你 放手你 不要 你 你 哎呀 陈兰哥 将军朝你在干什么啊 你居然勾引我的陈兰哥 你走开 谁喜欢你这样的呀 看到没 这是我老婆 比你好看一百倍 这是我老公 陈兰哥 你们已经离婚了 我们才没离婚呢 你 没离婚 老婆 我肚子饿了 咱们去吃点东西去 听你吧 老公 记得休门 小李 将军朝 演完了 松手 不松 松手 不松 老婆 我现在就去把那个李思思给开掉 她可是你未来老婆 我可不敢让你开掉她 不管她是谁呢 谁敢破坏我的家庭 我饶不了她 真帅 真厉害 你去哪儿 我送你 别跟着我 再跟着我 叫人去民政局 老婆 你早点回来吃饭 她不会找我老婆去了吧 真是狼子野心 在我老婆面前装好人 我 不行了 刚刚晨晨说要跟着她 她要带我去民政局 我得想个办法 每天就忙忙创作什么的 她们都特别喜欢你的创作 喂 程程 你在哪儿 都说了不要来烦我 我警告你 再烦我的话 就去民政局 对了 对了 雷 莫总 你在哪儿呢 我在门口呢 有什么事吗 挂了挂了挂了 真准够差 老婆 我真的找雷欧大师有点事 莫总改天吧 我喝橙子还有点事 不行 择日不如壮日 就今天 走 我跟你说你是 成 你们俩莫成了 巧遇 不会真的是巧合吧 她来找雷欧 要女服的价格吗 好像还家 脸皮真厚 定金都浮了 真厚 请坐 雷欧大师 我们这儿环境这么好 就在这儿谈吧 莫总客气了 莫总想谈什么事情 谈之前 我先帮你准备点茶水 傻小子 你慢慢等吧 你干嘛去 上个洗手间 我陪你去吧 不用了 我自己就行 我陪你去 你是客人 算了 有什么事 我们先谈吧 那我去给你安排茶水了 莫总 你太客气了 来者吃客嘛 搞定 搞定什么呀 本人家一个人扔在哪 你要去哪 我 我跟他闹着玩的 奇奇怪怪 又是准备茶水 又是陪人家上厕所 你到底想干嘛 我跟他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谈 我怕他跑了 刚好你来了 你帮我去看看他 行 我要看看你们俩到底谈什么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六 橙子 你怎么来了 你干嘛 送到边去 我是莫氏总裁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当然要在现场 没错 你不是要去倒茶水吗 赶紧去 我刚跟小张已经说了 他一会就把茶水安排过来 莫总想他什么事情 我就是想说 雷尾大师 你的那个破 不对 你的那个衣服是不是有点太清凉了 所以卖的是不是有点太贵了点 莫总想取消合作 取消的话 违约近十倍 无所谓 你如果欣赏不来的话 可以取消 橙子 那可是咱们公司自己的钱 你怎么老帮外人说话了 什么时候帮着外人说话了 这个项目是我签的我谈的 你这么做不差我的谈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 一开始就否定我 我就败家怎么了 那败家不跟没败似的 败家不跟没败似的 你再说一遍 你冷静一点 都不是你吗 每次都被你歪打正着 我给我使运 是 你是忘父命 你忘我 我们俩猪连必合 你才是猪 谁跟你合 要不是因为爷爷 我才不会跟你结婚 六 我有一个新的想法 莫是要取消合约 橙子 你确定 六大师 你别听他瞎说 一会你们把衣服送过来就行 好 我跟你有话说 走 放开 放手 老婆 咱别一起用事好不好 我答应你 以后你想买什么东西 我就给你卖 我绝对不会阻止你 有以后吗 我们俩没有以后了 最多就明天 明天离婚 老婆 我们是夫妻 是同龄鸟 我们夫妻就要一起面对 面对什么 面对你妈 我还想多活几年 这个世界上 如果没有我妈 那也会有很多其他的烦恼的 有你妈就破了 再见 喂 哎哟 莫总 稀客呀 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三个包帮我 干不干 不行 五个包 帮你试探橙子的想法怎么样 你这不是坐地起架吗 五个包就换一个想法 哦 没有诚意 那算了 我挂电话咯 等我 行 真跟那是闺蜜 怎么样 五个包耶 啊 六六六 不过 橙子 利尔和莫城兰 你选哪个 关利尔有什么事 利尔喜欢你 你别告诉我你没看出来 那我也跟他没可能 离了婚不就有可能了嘛 要我说我就选六 家庭又简单 人长得也好 接触下来嘛 人品又还不错 而且还是国际知名设计师 你可别乱说话 隔墙有耳 我已婚 刚刚你不是找那个人拿了五个包吗 你怎么不帮他说是好玩啊 哦呦 替他委屈了 我不想跟你说 诶 橙子 既然你对莫城兰还有感情 你干嘛又跟他离婚呢 唉 这五年以来的婚姻吧 让我清醒的知道 什么是婚姻 什么是爱情 嗯 你说这婚姻吧 它虽然是柴米油盐 但是也有可能一地鸡毛的 至于爱情呢 它更一文不值 会随着时间销声匿迹的 嗯 你说的也有道理 就他妈那性格 这五年你过得也太卑微了 我看着都心疼 算了 反正已经回不去了 长痛不如等痛 莫莫 一会儿你嫂子一来 你就替我上药 然后你一上药 你就开始哭 哭得越惨越好 然后跟你嫂子说 你歌伤得很重 说得越重越好 必须引起你嫂子的同情信 懂了吗 好 所以 莉勇和莫承兰到底选哪个 想什么呢 进去了 哎呀 到底有多大 夫人到了 好 知道了 你嫂子来了啊 快点啊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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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怎么了 你哥怎么了 他 他 不会是死了吧 没死 还没死 没死 你那么紧张干嘛 我哥他说 不不不 他 他病 伤得很重 伤得很重啊 自己脱的吧 你干什么这么使劲啊 又没受什么伤 站起来 给你上药 你 你不生我气了 我也没生气啊 那你妹来干嘛 我就是怕 没人给我上药 我就毁容了 然后你 你就嫌弃我了 你不会自己对着镜子上药啊 还毁容呢 毁容不挺好的吗 就不用招风影蝶了 是吧 嬷嬷 嬷嬷呢 嬷嬷她可能 怕影响我们 就先走了 对了 你真的要替你妈的话 把她送出国啊 这个就得看嬷嬷的意见了 她如果不想去 我不会送她去的 儿子 你还没有把李嬷嬷送走啊 妈 您别担心这件事了 这件事交给我来办 不行 立刻把她弄走 不然我就动手了 你头怎么了 谁把你弄成这个样子的 江金城 你怎么照顾我儿子的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吗 您要是真心疼她 现在就把她领回去好好照顾 别在这发疯 我才不走呢 这是我家 你骂我发疯 你这不就在发疯吗 进来就开始嚷嚷什么呀 好了吗 城子 你们别吵了 儿子 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法 什么时候把李嬷嬷弄走 和这个女的离婚 莫夫人 莫夫她是人 她不是猫猫狗狗 你问过她的意见吗 能不能尊重一下她 知道尊重两个字怎么写吗 妈 我希望你能尊重莫夫 也能尊重我 儿子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么不听话 一定是这个女人 对吧 是她迷惑你 你 滚出去 你要滚 不好意思 这是我的家 我现在还没有跟你儿子离婚 这就是我们俩的夫妻共同才是 够了 妈 你猴我 你为了这个女人你猴你妈 妈 我希望您从今以后不要再干涉我 不要干涉我的家庭 我的妹妹我自己会负责的 儿子 你以前从来不会违背我的 姜金城 一定是你搞的鬼 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安分的主 自从你嫁到我们墨家 就没有一天好过 我 妈 行了 妈 你知不知道这五年来成子从来没有说过你的坏话 倒是您 您真是太过分了 哪有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女人 憋着自己的儿子离婚的 你这是在怪我了 我都是为了你好呀儿子 思思不比他强几百倍吗 您别提那个女人了 我早把她开除了 你把思思开除了 你什么时候开除的 之前在公司的时候 妈 你要是非要干涉我的话 墨家的身份 我也可以不要 承兰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这样对我呀 您自己选吧 我以后再也不管了 妈好像挺难过的 她一个人能回去吗 没事 我会让小张送她回去的 承子 妈 妈 以后再也不会为难你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好好在一起 好好过生活 好吗 哦 五个包还挺晚咯 你都知道了 嗯 你知道我谁吗 赶我走 我要找程兰哥 就是莫总发的话 要你离开公司的 怎么会 赶紧走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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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墨姨都这样 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 你们也别想好过 李小姐 你谁啊 我想和你做笔交易 什么交易 这里有一份文件 我想你一定会很感兴趣 给你交换末世一号地的商业企划案 我不知道什么企划 打开看看吧 莫承来是领养的 这是你的了 动手吧 上次走了狗屎运 让墨氏逃过一劫 这次我看谁能救得了你 那李思思那边 就让姓李的疯女人闹一闹 转移注意力 喂爷爷 什么 爷爷你回来了 爷爷回来了 好好好 非常不错 好什么好呀 老爷子你看看他 哪有个给人家当儿媳妇的样子 还跟自己老工厂职位 商场如战场 能者上位 成子当总裁 才一个多月 业绩就翻了好几位 很厉害啊 爷爷说的对 谢谢 谢谢爷爷 成子 你可不能光顾这工作 什么时候和成兰 给我养个大胖孙子 爷爷 我们计划 七年就要孩子 好好好 谁要跟你说孩子 老爷子 你刚回来就来公司 你也累了 咱们回家休息吧 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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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人团聚 看起来可真不错 江金城 你不是要离婚吗 怎么还不离啊 思思 你们要离婚 我 爷爷 别听她的 李思思 你怎么还敢来公司 莫成兰 你别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莫老爷子 她可不是你们莫家的种 这是莫成兰的收养证明 你说什么 无法生养 领养 老爷子 你别信她的假话 她手上的东西是假的 假的 你自己看看 里面信了什么 你居然骗了我这么多年 你对得起我儿子 对得起莫家吗 老爷子 我 我当年要不这么做 肯定会被赶出莫家的 你找我怎么活 闭嘴 你现在 给我滚出莫家 爷爷 成兰 我该怎么办 有我在 没事的 莫姨 喜欢我送你的这份礼物吗 这就是你放弃我的回礼 你 你要干什么 为了得到杨子证明 你不惜泄露公司商业机密 你不会真的以为 你做的天衣无缝吧 这是证据 我已经交给有关部门了 李思思 你完蛋了 你 你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爷爷 我也就比您早几天而已 而且是承尔主动告诉我的 爷爷 您别生气了 你又不是一个古板的人对不对 莫夫人当年一定有他的苦衷的 您别生气了 你要再生气的话伤身体 经常会难过的 他自己生不出去抱养一个 糊弄我这么多年 爷爷 俗话说得好 身恩不及养恩 承蓝他一直对您特别孝顺 搞不好 亲生的还没有他好呢 谁说的 说不定我亲孙子要比承蓝强百倍 孝顺百倍 当初我要知道他生不出 我会喊我儿子修了他 再娶一个 你这孩子也不劝劝我 说说好话 你是不是要和承蓝离婚了 你可不能离婚了 孙子没了 无所谓 我不能连孙媳妇都没了 我把公司交给你 橙子 出事了 大惊小怪的 有什么比你不是亲生的 更重要的事吗 爷爷您先消消气 没事您慢慢说 李师高我们一号地涉嫌抄袭 我们的股票跌停了 哼 简直是污蔑 我们抄袭他的 走 找他理论去 李师告你们抄袭签权 请问这是事实吗 传闻是江总将信息透露给李师的 请问您承认吗 我们墨家绝对不会有这种小人性情 一号地我们另有用途 行为有证据吗 他们当然没证据 有 也是伪证 墨师抄袭是事实的意思吗 没错 我也没想到 诺大的一个墨师居然会出现抄袭的行语 你无命 我们墨师集团怎么可能抄袭 江总 明明是你把消息卖给我的 哦 我还有手机转账证明 你胡说 我什么时候卖给过你 这也太缺德了吧 难怪她是墨师集团总裁 这女人原来这么阴险 可不是吗 连抄袭这种道德败坏的事情都干得出来 她还有什么事干得出来 你胡说 我什么时候卖给过你 李家主 公道自在人心 我们自然会拿出事实证据 那你把事实拿出来啊 事实在这 事实在这 谢谢江总 把那块地捐赠给我们孤儿院 那么好的一块地捐了 不可能 这绝对是托 这 你感觉这到底什么情况 看看这招 如假包换 这块地 早在一个月前 就捐赠给我们孤儿院了 李家主 你提交证明文件是一个星期之前 我们把一号地捐给孤儿院 是在一个月之前 那么 何来抄袭一说 看看 这不真的是孤儿院院长 看来莫氏真的被诬陷了 李家主 为什么要诬陷莫氏 李家主 请你解释一下吧 我不知道 别问我 李家主 莫承兰 什么情况 你认识陈院长 我不认识陈院长 我有点事 我先走了 你 不对啊 你不会是把那个饼买回来了吧 你等等我 爷爷 你把我好好保管啊 生恩不如养恩嘛 承兰 爷爷 什么时候把承兰赶出去啊 干什么 我养大的孙子 他得给我养老 报恩 那爷爷 你要把莫夫人赶出去 承兰他不得一起走啊 他是他 他妈没关系 在我面前耍小聪明啊 你不就是为了他娘俩求情嘛 你能喊他妈 喊什么莫夫人 好 你有该口 承兰 妈 别害怕 我和承子都在呢 他真的能帮我吗 他不恨我呀 我以前那么对他 没事的 承子说了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我以前真是瞎了眼 走吧妈 老爷子 对不起 当初我也是怕你把我给赶出去 那你现在就不怕我把你赶出去 我 爷爷 我妈已经知道错了 如果您非要执意赶走我妈的话 我愿意和我妈一起离开莫家 离什么离 你俩都老实待着 我留下来 我能留下来 谢谢老爷子 谢谢老爷子 承子 谢谢你 当初 是我对不起你 希望你以后原谅我 去吧 一切都过去了 一切都过去了 老婆 余生有你 余生有你 老公 我storm 你怎么误得取了 你怎么误得了